在基隆南融路上面 一辆挂有台中市议员停车证的宾市车 一连追撞了9辆停在路边的轿车 而且还撞死了一对供骑机车的男女 很可恶的是这个驾驶之后 改搭继承车逃逸 被正义的民众一路追 落网之后才发现 原来他是10年前 枪杀台中脚头张重发的宁阳修 路上满是油渍 宾市车头全毁 安全气囊爆开 满地残骸 宾市车驾驶走驾开车 100公尺撞坏9辆轿车 并追撞一对供骑机车的男女 机车几乎解体 供骑机车的男女 送医后上众不知 坐电车就赶快跑了 他有没有下来看一下被他撞的 没有 转头就走了 车祸发生在凌晨 基隆的南融路上 肇事后驾驶竟然改搭继承车逃逸 两名正义的机车骑士一路追赶 我们我有叫他 然后叫他说他就一样跑掉了 肇事德宾市车上 还有张台中市议会的停车证 据了解是前台中市议长张清棠发的 68年次的驾驶倪阳修 被带回警局 走测值高达0.54 直到今天早上 还是无法做一路 为什么还要跑 倪阳修的阿姨在基隆开面包店 和前台中市长胡志强关系不错 10年前倪阳修曾开枪 狙杀脚头大哥张重发 才出于两年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 却开着妈妈的车聚会 红酒下肚撞死了一对男女 也毁了两个家庭 记者朱定荣